再过一个星期瑞瑟文旦佑即将开采大出 不过鹤岗文旦佑专区山坡一处的幽形弯道 左侧农园以及路面有将近三米高的落差 与左侧并未设置任何的防护设施 农产交通险向还生也极度不方便 因此农民们特别向县议员林玉芬陈勤 并且在今天会同县府济师现场会堪 也获得正面的回应将协助改善 小巧圆满的万丹佑悬挂树上 农民计划9月正式开采大出 届时鹤岗文丹佑专区这一条主要道路 人车潮大量涌现 而这一条大幽形湾道 势必也成为农产交通上的隐忧 瑞瑞赫江文丹佑专区这条大幽形湾道左侧 道路与下方农云有将近三米高的落差 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 交通显向环深 路面窄小极其不便 农民向先议员林玉芬澄清反应后 林玉芬今天上午邀及县府农业处济市 县府南区服务处副主任周玉梅 立委副坑齐服务处主任陈建成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协助农民排解忧虑 并且尽速规划相关的改善事项 文丹佑在中面积超过六百多公尺的瑞瑟厢 每年九月份文丹产季 采收农产交通运输盛矿空前 也因此除了专区这条路段 针对了赫江文丹佑专区内的农路 吸沟排水以及农地挡土墙 也吸冲刷农地等等的问题 县议员林玉芬一行人在农民的带领下 逐一现堪了解 拟定相关改善计划与方法 希望能够维护农民农产运输交通环境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七 Hall 字幕提供